然後要不然就是 瓜子肉 那個去China Town 每一個罐頭的瓜子 那個菜瓜 妳還有時間做菜喔 有啊 我的他們很喜歡吃咖哩披薩 我中西合餅 咖哩披薩 就是拿做 把它做成披薩 那其實上面 天啊 你們有很多種語言喔 咖哩也好啊 不要掉了 學的時候我就開始參加 加藝公社 然後還有中國學生同學會 還有台灣學生同學會 國際學生同學會 唉唷 同學會成這樣幹什麼 是玩樂的吧 那麼多同學 因為我就是國際學生 那中國學生同學會又覺得 我也算是中國學生啊 結果要收留我 那台灣學生同學會 我都已經參加中國學生同學會 台灣人自己辦的 我總不能不參加 我覺得我也是台灣人 我要參加台灣學生同學會 你們同學會在幹嘛 國際學生同學會愛辦的 就是每個人帶一個 就是Pudda 就每個人帶一鍋菜去 然後就寫說 這是台灣的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在印度的什麼什麼這樣子 然後大家買票去吃 吃到各國的料理 對 就吃到各國的料理 那你都帶什麼菜去 我的 燉青木瓜 滷... 滷牛肉 滷牛肉 台灣滷牛肉 滷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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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講英文沒關係 滷牛肉 然後要不然就是瓜子肉 那個去China Town 每一個罐頭的瓜子 那個菜瓜的 妳還有時間做菜喔 有啊 每個時間真的很多耶 你太多美國時間 沒有 我今天真的很多 我都吃了 我在美國真的做好多事情 你知道我為了要包水餃 還有做蔥油餅啊 我自己擀麵皮耶 你真的時間太多的 你這些事情你爸媽都知道嗎 都知道啊 我就說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一個人在國外 你們有什麼朋友 不會出去亂玩 就是在家裡一直發明吃的 那你那時候有拿大銅電鍋 給人家參觀嗎 大銅電鍋不用自己擀 大銅電鍋是 台灣學生同學會的傳統 就是 會淋下來 對 只要你畢業了 你就是把這個大銅電鍋 傳承到學弟妹那邊 所以那時候 你們國際同學會裡面 對我們這個菜窯 哪一方面比較有消息 我的啊 對 我的他們很喜歡吃咖哩披薩 我中西合餅 咖哩披薩 就是拿 做 把它做成披薩 那其實上面 吊的是咖哩 吊的 天啊 你會好多種語言喔 我叫 大銅電鍋 不要吊了 天啊 那就是說那個追星啦 你跟老外也是這樣講 我叫的是咖哩 雲朗叫咖哩 對 Jesse 還有像他們不吃 滷豬腳 那我就是很想吃 滷豬腳 對 滷豬腳 或是滷肉飯那一類 那你自己在家吃啊 我吃滷一滷 可是因為 你知道因為沒有人買豬腳 所以只要去那個超市 你只要買豬腳 一次都是大概八斤之類的 對 好大耶 沒有人要啦 沒有人要 所以他一次就是 要買這麼多 給你全部帶回去 不要煩我 就像Costco 那我就是好大喔 對 那我就一鍋把它滷完 然後滷到 我有一次吃到都落海涵 因為越滷越硬 越滷越硬 然後越落海涵 然後我就想說 不能再自己吃了 所以就端去給鄰居吃 或是叫同學來家裡吃 然後他們就會吃到一些台灣風味 然後你不能跟他們講那個是 豬腳 因為他們聽到腳 他們就會想吐 就說那是豬皮 就我把那個骨頭弄掉 就說這是皮 皮他們願意 皮OK 所以他們接受 因為他們喜歡吃德國豬腳之類 就OK了 對 皮子就不行 不行 OK 所以你給他看到那兩根 他瘋掉的話 你給他 啊 他有毛 那個 有那種腳的形狀 他們都瘋掉 OK 就otte